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摄制组跟着导游穿梭在古朴幽静的小巷当中 导游边走边向我们神秘地说道 我们将看到的是现在许多金门当地人都很难找到的风师爷 导游带领着我们穿过了两条小巷 在临近小巷的尽头 导游手指着前面的墙壁 就在那里 顺着导游手指的方向 我们在一面看似平常的墙壁上 看到了这尊镶在墙里的风师爷 这尊风师爷高约九十厘米 他笑口长开 圆扑的双眼 大大的嘴巴 浑圆的身形 造型古朴可爱 不过 与以往我们所见到的风师爷不同的是 我们眼前的这尊风师爷 竟然镶在墙里面 难怪很多人都找不到他 那么 人们为什么要把这尊风师爷放在墙壁里面呢 这尊风师爷 因为他除了这个阵风止下之外 他还有 这边刚好是一个路冲的一个环境 所以他注意在这个墙上 直接面对有点挡杀的这种味道 那么风师爷有分为 这个东半岛的风师爷跟西半岛的风师爷 那么东半岛大概就是以这个石雕的比较多 西半岛也大概是以泥塑的比较多一些 那像这种青斗石的这种风师爷是比较少见的 它的建材都是来自于泉州地区 青斗石而苛乐而成的 砍在墙壁上面是很独特的一尊风师爷 据导游介绍 放在墙壁当中的风师爷叫做香壁风师爷 而现在我们眼前的这尊香壁风师爷高约90公分 也是全金门最大的香壁风师爷 当人们每次看到他笑口长开的可爱样子 也会不禁跟着开心起来 目前金门存有68尊风师爷 分布在52个村落里 走在绿野田愁间 我们又发现了一尊威风凛凛的风师爷 威武的气势 大大的眼睛散发出强而有力的震慑之感 不过这尊风师爷气势虽强 但他的牙齿好像是后补上的 游人们曾开玩笑地说 这尊风师爷有蛀牙了 其实这尊风师爷的牙齿曾被村民敲碎过 既然风师爷是金门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神 那为什么要把他的牙齿敲碎呢 据导游介绍 当地人为了防止这尊法力无边的风师爷 所带来的冲煞 伤及到农作物牲畜 所以村民们故意打掉风师爷口中的牙齿 让他威力减弱 淳朴的金门人在风师爷信仰中 也表现了他们可爱的一面 导游跟我们讲 说起金门风师爷 就不得不提到被称为金门风博的传人的 陶一家王明宗 王先生是金门第一个运用柴窑和金门当地的陶土 烧制陶土风师爷的陶一家 他的作品《典雅古朴》 曾在北京厦门等地展出 使大陆人民更为深刻的了解到了 金门独有的风师爷文化 那么这位陶一家对风师爷又有着怎样的感情呢 我们走进王先生的工作室 看似凌乱的房间摆放着形形色色的工艺品 其中有不少是来自大陆地区的 而此时的王先生也正专注于制作风师爷 王先生边工作边向我们演示了风师爷的制作过程 从雕刻制坯再到上色 最后再到放炉烧制 每一个环节都是一丝不苟 在王先生的风师爷展示厅中 我们也看到了陶土 采釉 纺铜 纺石雕等不同质地的风师爷 小到挂饰 笔筒 象棋 名片家 大到陈设品 传统的拟人画的或卡通画的风师爷 琳琅满目 造型生动活泼 色泽光鲜亮丽 那么原本庄严肃穆的风师爷形象 在艺术家的手中为什么有了这么大的变化呢 我那时候刚才开发这基本的风师爷的时候 大概是五十三尊左右 那后续又是把它挖持完 因为以前823炮战以后 这些拿去当原体 然后现在因为两岸已经慢慢走向和平的趋向 这是我们所需要的 今天如果说我们要把风师爷再把它展现出来的话 后代的指数完全不知道 那风师爷的含义是什么 赚风 比如说就这样子 这样子太浓妨 你要一个历史的写照 你要做一个长长久久 那后代指数去了解它 它的含义是什么 那它含义我们把它归类 几种平安 招财 家官 有求必应 这是我为它前世出来的 手持另印的祈福风师爷 手捧铜钱的招财风师爷 怀抱彩球 有求必应的风师爷 随着时代的发展 金门传统风师爷文化 在艺术家们的手中变得更具生命力 从镇风 纸煞 辟邪 再到祈福 求子 招财 风师爷已经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独具特色的金门风师爷文化 在不断的变化中 以从镇风纸煞为主的神 变得无所不能 人们赋予了他一切美好的希望与祝愿 风师爷也深深地融入金门百姓的生活中 成为世代相传的民间传统信仰 从这些精美绝伦的风师爷形象当中 我们也感觉到时代虽已变迁 但中国传统信仰的意识 已深植人们的心中 在我们国宝档案设置组 在金门的这几天里 无意间听到金门地区流传着这么一句俗语讲 有山后复 无山后错 那么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